字幕提供 你幹嘛啦 睡一下就在那邊做噩夢喔 沒有啦 最近 我看你是不是壓力太大 來來來 我媽特別種這個青菜啊 我怕下班忘記 這個給你 對不起我怕 我不是故意的 沒有愁啦 走開走開 拜託拜託不要過來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什麼啊 你到底怎麼了 前陣子啊 我想說呢 我就自己來種菜啊 吃的安心又健康嘛 而且對環境也好 然後呢我就去買了種子 做了一點功課 還幫我家後院 整理出一塊田地 專門要來翻土種菜 那很好啊 結果噩夢就開始了耶 我們吃素是為了健康 也是為了不殺生對吧 你知道嗎 我在翻土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土壤裡面啊 有很多小昆蟲啊 小生物啊 因為我翻土 然後就死掉了耶 欸 那我不就犯了殺生之罪嗎 喔 重點是喔 我想到 那些土壤裡面的小生物 因為我翻土死掉 我就覺得 很有罪惡感 每天晚上就夢到他們 成軍結隊 要來找我復仇耶 要來跟我討回公道啊 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最近菜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好 欸 我跟你講你冷靜一點啊 像我媽啊 她種菜種這麼久 好像就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啊 喔 嗯 你媽是怎麼弄的啊 欸 快教我快教我啊 欸 具體的方法我也不太清楚啦 不過 欸我記得啊 她好像有請教過法師 嗯 第一個呢 你本身就沒有殺生的動機 你不會發生殺生罪 第二個 如果你心裡放不下的時候呢 呃 你可以吃一個咒啊 叫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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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掌 再唸三遍 另外一隻腳 腳掌 這樣子的話 你下床 不小心踩到的這個生物 都因為你持咒的緣故 它能夠身往上去 那這是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真的 走路不小心都會踩到東西 所以你一定得要 先持這個咒 那我有遇到跟你同樣的困難 以前我們在加拿大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到場的時候 都是住的比較 反正就是那種房子 那因為加拿大基本上都有草皮 那輪流的時候 輪到我要當割草那一組的話 我真的快做不下去 因為那草都會有一些飛蛾 你知道吧 我快割不下去了 我就出家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做呢 可是你如果不割的話 你這邊住不下去了 在加拿大 你如果不割草 別人可以告你 你知道嗎 你破壞這個環境 它可以告你 所以你不割草 我們不能在哪裡住的啦 我們一定得割草 所以我就兩難了 我割草我就看到有飛蛾 我不割草又會被告 我們又不能在這邊住 所以呢 還是得割 為了整體大家能夠在那邊 按住的話 我得割 那哥我就把這個問題很困擾 問如月格西 格西我怎麼辦 我現在必須做的事情 格西就說 這個腳掌就有念 我說那我不是踩到他 我是開割草機啊 他說 一樣有效 你腳掌一下都有效啦 因為你那時候抱持的是一個善心 你真的不是想殺生的心 同樣的你種蔬菜也是一樣的啊 我覺得你不是想殺生的心 那在念腳掌咒 不小心傷到了友情了 他們能夠往生上去 那這樣比較好 哦 沒有殺生 然後念腳掌咒 難怪老媽每次翻譜的時候都念念友詞 欸欸 原來我媽 那時候都在念咒欸 啊 欸 從今天開始 我終於可以安心的種菜 安心的睡覺了 嗚呼 謝謝你啊 欸不用謝我喔 是法師幫我們解決問題 對對對對對 要謝謝法師 與善知識心靈對話 提升我們看事情的深度與廣度 也提升了我們生命的高度 心靈對話節目我們下次見